今天,我军一支特战旅在央视亮相,这支装备精良,战斗数据优异,身为特种部队中尖刀部队的特战旅,向外界展示我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先进的特战武装。 据悉,能进入这支部队的队友,个个都是全能士兵,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,都是狼之无愧的兵王。 图围装备了CSL247.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狙击手,该枪采用无损弓弹系统,具有全套狙击枪配套设施,包括白光瞄准镜,微光图像增强仪,此具一弹的解算计算机,专用狙击步枪弹,并且具有极高的准确度图围装备了多种不同用途 无论是越野车辆的卧军特战旅。机动能力是非常优秀,可以在最短时间将官兵运输在第一战场。 图围配备11式12.7毫米远程狙击步枪的狙击手,一式12.7毫米远程狙击步枪配备先进的光电火控瞄准装置,射程员,命中精度高。 图围81毫米,四行速射排击炮,SM四行81毫米车载速射排击炮,是我国载15,期间由中国排击炮专业研制机构自主研制的新型排击炮,经过了多次养机的试制。 试验,终于解决了武器系统一体化设计,高射速,高机动性的关键技术,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。 图围配备0515.8毫米卫生冲锋枪的士兵,该枪因2005年初正式定型而得名,QCW0515.8毫米卫生冲锋枪,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最精型单兵特战,自动武器。 2005年初正式定型,QCW0515.8毫米卫生冲锋枪操作灵活,反应速度,相声效果好。 图围装备着全套新式装护具的特战官兵,他们的英姿发爽,证明我国的军事水平不断成熟,体现我军敢打毕生的决心。 具体内容还请军迷朋友们自行搜索相关视频,依赖我军现代化的风采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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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